休斯頓Hobby機場前不久剛榮獲北美唯一五星級機場的最高評級 近日又有Frontier航空公司宣布將首次在Hobby機場開設航班 對於Hobby機場而言可謂雙喜臨門 Frontier副總裁表示 選擇當下在Hobby機場開拓業務 因為Hobby機場是低成本運作的五星級機場 與Frontier平價服務相輔相成 而且疫情帶來的市場變化 也催生了Frontier航空的業務發展新方向 Frontier航空公司在Hobby機場的航班服務將從今年5月開始 包括每週三次從Hobby機場直飛墨西哥坎昆79美元起價 每週四次直飛拉斯維加斯59美元起價 每週四次直飛奧蘭多39美元起價 與此同時Frontier將繼續保持在布什機場的業務 Frontier航空宣傳自己提供平價機票而且支持綠色環保 他們的飛機使用特殊的發動機 相比於其他飛機可以平均減少43%的燃料 每架飛機的機尾都印有冰威動物的圖像 新唐人記者易永齊休斯頓報導 開始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